早安 早安 你剛剛又挑戰到哪裡了 到環郊 那個可以看得到黑色的地方 人可以站起來的那地方 我看一下齁 在哪裡 鏡頭有點拍不到喔 在這個房子的很後面很後面 好 給我講心得吧 好 來 試試看吧 今天是最後一天啦齁 3月9號 的早上齁 馬上要回台灣了 所以我又挑戰那一次 遊到環郊的外側去 這是我第三次 那 喂 鏡頭行 勉強嗎 嗯哼 那其實呢 這個東西是我們在 這個 馬爾戴基的 那個 Reception旁邊的那個Store買的齁 本人第一次用這個東西 嗯哼哼哼 呃 拿這東西後就很興奮 因為 在水上 在這個 浮潛這個 附近這浮潛完全沒有問題 一次我第一次就挑戰了 到外面去 那時候風平浪 沒有 也比較風平浪靜啦 就沒有浪沒有那麼大這樣子 喔 那看到 突然看到 突然看到 水很淺 然後 又 簡直 那沒有辦法用滑的 是用 抓著石頭 抓著珊瑚礁石前進 又不能亂抓 怕抓到真的珊瑚礁 有一次呢 就剛好我手下去的時候 一條魚就起來 嚇死了 好 那 後來又有第二次 那次就拍下來了 齁 那次的過程跟這一樣 就是就是 第二次是為了要不攝影 齁 今天 因為Illand Hooping取消了齁 所以 我就 早上我挑戰第三次 雖然說浪還蠻大的齁 那 我相信在之前的影片也有齁 我其實是要往內個方向 好 回來 但是後來就又到了內個方向 是被潮流帶進去的齁 那 在那邊很可怕 因為 水深根本 差不多到小腿的附近 到小腿的附近 到小腿的附近 站起來的時候是這樣子 可是那 不是一塊平坦的地 不是一塊平坦的地 所以 既不能浮浮 浮浮前進 所以 一多幾到三個 好 也不敢完全站起來 因為浪有點大 一個不小心摔倒 那更可怕 那 好不容易 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 忍耐的附附近 到外側之後 又看到一個 豁然開朗的景象 那 我還想再往外游一點 但是 各位也有看到那個白浪一直 打過來 甚至 甚至是 即使你在水中 有幾個大的浪過來的時候 即使你在水中 那個浪一過來 你馬上餵一個幾公尺 然後頭有點 頭好像被拳擊手 打到一樣 撞到頭一樣 所以我又回來了 一切都靠這個 我的感想是 能夠回到這邊來 真好 還有 雖然叔叔沒有練過 但小朋友絕對不能嘗試 謝謝